第12名 我這邊也同步 這個投影片也同步一下 第12名是中鋼 第19名是長榮 目前整個主流的一個媒體 都針對這兩家公司 進行了各種不同面向的一個評比 那這張是市值 公司的總體市值 那我們看到第19的長榮近期 應該在最近這一兩天 已經超越了大力光 可是我今天的重點要來講什麼 第12名的一個中鋼 你對於中鋼的一個瞭解 還停留在過去 就是說他好像不是這麼會漲 然後連續好幾年都只會發 所謂的股東紀念品 包括今年的羅賴 羅斯奇子 如果你還是停留在這樣的一個思維 可能你要 非常下了那麼一大跳了 怎麼說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當時主播還是小畢 我跟各位說明了 中鋼 他的起點就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那從上禮拜開始呢 到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到現在為止 我想中鋼還是呈現了 非常猛的一個漲勢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用四個面向 也就是所謂的外資投信 融資融券來告訴大家 中鋼你千萬不可以小覷 其他的一個後續的一個成長 來幫我導播幫我來到第二張 第二張我下一張圖卡 各位你可以看到 外資跟投信呢 分別呢 投信在近期呢 分別大買超 中鋼 那這邊的一個投信 買盤呢 我個人認為比較像是 基金的一個買盤 也就是說一般投資人 他去投信公司呢 申購所謂的一個基金 那基金的人呢必須要把這筆 現金呢 轉換成股票 那目前以中鋼來講 有基本面 也有他後續成長的爆發力 所以 投信呢 幾乎是在4月初的時候呢 一路買 狂買 那外資當然外資的一個消息 比本土的投信來的更早 他是相對在3月中下旬的時候 就開始布局中鋼 所以以買盤來說 外資跟投信呢 兩大天網呢 同步的聯手的來做多中鋼 至少在這一塊呢 買盤是有的 那賣盤的部分呢 大多都是比較屬於 當天的一個漲跌上下非常大的 都是那種現股當沖的 有所謂的當沖客 可是我個人認為 你萬七要當沖 只要個股開高 至少5%6%以上的 你都千萬不要去做一個追價的動作 因為那是特定 當天一定要開這麼高 給投資朋友去做追價的 所以你再開個 4% 5% 6%的 都千萬不要去做一個追價的動作 那這是從買盤的角度來告訴投資朋友 中鋼呢 後面的一個力道呢絕對 還是有的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張 第二張是 就是我個人認為今天在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之內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特定的一個融資 我只能講特定力量的融資 在大概 3月 應該4月初的開始 全面性的融資大買中鋼 這絕對不是一般 主流講的所謂的一般投資人的 一個融資的一個特徵 一般投資人融資特徵 絕對是在下跌的時候融資才會增加 那這一次呢 中鋼順勢呢 融資隨著股價的上漲 持續不斷增加 而且還是增加異常量非常大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特定力量的一個融資 你千萬不能小規這個融資 再來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融資跟融券的一個實踐差 融資 在4月初的時候 大大的一個增加之後呢 大概在4月下旬的時候 融券開始增加 這裡的融券是什麼 就是一般投資人去摸頭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那個氛圍 為什麼投資人會在這裡 摸中鋼的頭 因為認為 這裡就是中鋼的一個極限了 不管鋼價多麼的好 不管主流媒體怎麼去說 甚至老闆都出來講話 歐老闆都出來講話了 他們都認為 這裡的中鋼就是極限 最極力的一個摸頭 這裡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此時 認為中鋼呢 在這裡就停止的 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的一個小心 因為在上個禮拜 甚至上上禮拜呢 絕對是有大人的大戶呢 進來拉抬中鋼的 而且是 所謂的一個包括跟外資 還有投信呢 這樣的一個豐沛的一個買盤 來推升 所以我想 中鋼的部分 你千萬不能夠在這個時候來放空 況且目前的中鋼呢 已經他的所謂的股價的上漲了 他的市值已經慢慢慢慢的上升了 從剛剛我第一章講的 他已經來到第12名 會不會往前10名來賣進 我個人認為 這個現象呢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大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 很多元寶 中鋼被套了太久了 至少10年以上起跳的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一往上拉 太多的解套盤 會在近期這 一個禮拜呢 陸陸續續全部都出籠 不管是 在4月初買進的 甚至是被套住的10多年的 都在這個時候同步解套了 可是呢 也會認為這裡就是一個頂點 那又加上 中美的這樣的題材的發酵之下呢 我個人認為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 錢絕對會找到自己的出入 所以講來講去 其實各位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常常在先前的錢金電競數裡面 告訴大家 如果你當天的走勢 當天的漲點 你看的都好痛苦 好不安心哦 你只要去看一件事情 麻煩你把它切到月K 今天就不就不切了 因為上個禮拜已經切過 中鋼的一個月K了 月線的一個K 你會發現4月份呢 完全是大戶進場 包括我們可以講清一色講的 包括華航啊 包括比較重量級的像陽明 都還沒有停止 各位 我在講一次都還沒有停止 有時候再還沒有停止的狀況之下呢 我還是要奉勸各位投資朋友 各位元寶們 你們千萬不要去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因為現在是多頭 你會覺得說 嗯 峰哥你怎麼講這樣 都已經1萬7了各位 當你在1萬4的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 去年12月22號 桃園鼠立醫院發現了 所謂的相關的一個感染的一個 新聞出來之後呢 尾盤大殺了207點 那時候大家也認為這是高點了 非常恐慌 可是就從那一天開始呢 12月22號開始 你看台股又漲了多少點了 又漲了多少點 待會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大盤的狀況 又漲了多少點了 所以每一次的一個主流 一個主流相比出來 你都要非常的一個冷靜 因為現在的一個大盤對疫情 各位你沒有聽錯對疫情 包括今天早上呢 有新聞標底還說 印度變成了疫情的地獄 你看臉地獄 地獄都出來了 這種聳公司都出來了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還是不會影響到整個大盤的行情 因為目前現階段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產業呢 都已經調整 都已經stand by 好了準備應對 即便是封城 再一次的再封城 那我這樣的經濟體呢 都還能夠適應 封城之下的一個狀況跟運作 所以你看最近的一個 非農的就業指數也好 或者是 任何美國的總體經濟數據出來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所以我想在這裡呢 就不用再說 這裡是多頭 這裡就是多頭 所以很多人這邊會想 這17000是不是就是歷史天下 每天都在說創新高 創新高 每天都在說融資增加 融資增加200多億 不管啦 融資增加2000多億了 可是這一路以來 各位 盤勢有崩掉嗎 沒有 所以這裡的融資呢 絕對是聰明錢 不是 像我們一般投資人 不能夠影響行情 所去放空的一個 融資 所以我想在這裡呢 一個中美大戰呢 延伸下來的鋼價呢 絕對後市 非常非常的一個看好 我想這樣的一個觀點 提供給投資朋友 峰哥 像其實很多投資人擔心 他手上有中鋼 就像您剛剛說 就是大家都想要解炮 就想說已經卡了10年 所以賣壓會出來 那您的建議是說 手中持有的人 可能還是繼續觀察比較好 那很多人他手中沒有的時候 現在會不會是一個 還需要再觀察的買點呢 會不會是我們等賣壓出境之後 我們再進會比較好呢 大家都很關心 買點就如同先前的友達 我想我在這邊 還是給大家做個建議 如果你空手要買的 你只能等一下了 我想能夠回到大概36塊 是能夠讓追在42塊的人 大概42塊 因為最高是41.95 最高41.95在這邊 會害怕 36塊的部分 36塊的部分 那會讓呢 從27塊一路買上來的人 也會稍微擔心 會在這裡呈現一個所謂 平衡 也就是說我在這裡呢 籌碼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 所謂大家常講的沉澱 也就是說呢 我追價的人 或者是我從底部買上來的人呢 可能我已經很想要賣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 從41.95一路回到36 這樣的一個幅度 5塊的價差呢 其實已經蠻大的 我會底部買上來的 我會想要賣 可是追在高點的人一定受不了了 會想要 會想也想要把它脫手 所以會在這裡呈現一個 所謂的一個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相對的一個止跌點 也就是在36塊2到36塊5這中間 如果你空手的 你只能在這裡買了 你如果在今天買 我個人認為都非常非常的一個 不適合 當然每一天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K線 導播幫我們開一下中鋼的一個K線 中鋼的一個K線圖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中鋼呢 還是一樣 目前開盤不到20分鐘 成交量6.7萬張 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追在昨天的 還是擁有大手貨的人呢 目前是沒有持續性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放票 也就是 我們這是我們的行話 就是說沒有把自己手中的一個 庫存的票呢 持續的在市場來做一個拋售 所以 他 今天的一個行情 我個人認為不會有太大的一個狀況發生 所以我預判 這是預判 因為行情是每一天要 不管是看掛單也好 還是所謂的一個買賣潮 甚至是籌碼的一個移轉 我個人認為 如果能夠在這裡橫盤呢 收十字線 這裡是最佳的 這裡是最佳 但是這必須要用時間呢 來化解昨天的一個上下震盪的一個 超大量的一個賣壓 他只能用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直接就是我所說的 用一根比較強烈的 比較強悍的 往36塊半的一個區間呢 去做一個向下來做一個 所謂的一個下修整理 那這樣的空間清出來之後呢 我想 鋼鐵股的部分呢 在 半個月之後 也就是大概兩個禮拜呢 我個人認為 他還是有機會呢 以中鋼來說 往 41.95的一個大量的高點 去來做一個突破 現在的一個整個任何的產業 就分成兩大列 中國跟非中國 那當然美 日 澳 甚至是印度呢 是傳統的一個 所謂的在西太平洋這一塊呢 是準備是要包圍中國的 這是肯定的 可是各位別忘了 中國 以目前這麼龐大的一個消費力道 連特斯拉的老闆呢 在面對特斯拉出的各項難題 各位你可以看到他的態度 也就是說 西方 還是需要 中國的一個消費性的一個市場 當然我個人認為 美國會在航太 軍工業 來做一個圍堵 那基礎建設這一塊呢 我個人認為反而 他的著力點 並不會來的這麼的一個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包括題外話 包括前幾天 所謂的一個 美國制裁了 台灣某特定廠商的一個最大客戶 讓這家廠商呢 吊單 因為這家客戶呢 佔了這特定公司呢 營收佔了39% 非常大的一個吊單 我想他們會在航太這一塊呢 去用的比較用力一點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去買股票的時候 不管買哪家電子股 你都要先查一下 他的相對最大的客戶呢 有沒有跟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半導體呢 合作 而且他的一個營收占比非常大的 那這個你就要特別小心 那我們拉回來 澳洲 跟美國這樣的一個合併的 對一帶一路 或者是說任何的基建 我個人認為 完全是沒有太大的一個關係 各位 你再想一件事情 澳洲 跟智利 都是同相關的一個出口的一個大國 那你會看到近期的銅價 都逐步的往上做一個攀升 甚至向上突破做一個扣關 所以景氣有沒有回溫 景氣是有回溫的 那回溫呢 就對應到 美國不管是他的 行領失業的一個救濟金也好啦 或者是 他的一個整體的一個失業率呢 全部都是下降 所以都是往正面的方向去做表列 同志朋友你在這裡還是一樣 任何的消息呢 都是只能說哦 我了解這個消息 可是大多都是 屬於檯面上的一個博弈 實際上呢 還是要看報價 因為報價 才是真槍實彈 用金錢呢 買下來的 所以這個是已經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騙人的動作 說哎我買了 告訴大家說不好意思我沒有買 不太可能因為你錢 已經付出來了 所以這一塊呢 不管是任何的一個 吵架我都視為他們叫吵架 好像 像情侶一樣想要合作呢 又怕傷害 又不想讓你占了太大的一個便宜 所以會吵一下吵一下吵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呢 投資朋友你還是 我個人認為還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我認為把它當作是一個八卦來看 因為畢竟 過去的一個風風雨雨 從川普 從拜登的上任 中美哪一天沒有在吵架 都是在吵架 可是一直吵呢 感情就越來越甜蜜 甜蜜在哪裡 反應在哪裡 就反應在台股的指數嘛 越創新高 所以這裡還是那句老話 這裡是多頭 不是空頭 好 這裡是文詞 這裡是文詞 我們還要ав詞 我們會嘗嘗 我會嘗嘗 你會嘗嘗